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真实的平安 今天是平安夜 不晓得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 你会怎么度过呢 是和家人一起相聚 吃一顿温馨的圣诞晚餐吗 还是和朋友一起去狂欢呢 又或者你是一个人 安静地享受这美好的一天 不管如何 但愿每一个人 都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领受到上帝的爱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一个温暖人心的小故事 有一位西班牙女摄影师 帕卡拉拉桑斯 两年前曾拍摄了一支短片 叫做改变你对生命的看法 他找来了几位年轻人 与几组家庭同时进行访问 其中受访的家庭里面的成员 是有人患了癌症 奇妙的是 当他们回答这一生 最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梦想的问题是 双方回答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其中没有罹患癌症的年轻人 所回答的 包含希望去旅行 希望考试能通过 也有人渴望在纽约当一名记者 并有人梦想能够创业水桨 但当他们听到另一群人的回答时 却让他们感到震惊 有一位罹患癌症的母亲说 如果我可以许一个月 我希望我的女儿 有一个平凡的人生 而让我最开心的是 就是每天能跟四个女儿 和先生相处在一起 也有另一位罹患癌症的年轻人说 他希望这个世界上不再有疾病 甚至盼望能找到 医治所有疾病的方式 还有人说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是 享受我们可能会忘记的小事情 好好的欣赏这个世界 而有一位病人所说的愿望 感动了一旁的年轻人 这位病人说 让我最开心的事就是 空气可以碰触我的脸 原来他罹患了白血病 亲爱的朋友 什么是你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情梦想呢 在影片中 那些渴望活着的人眼中 看重的是生命中每一件 稀疑为常的小事 因为他们深知到生命的有限 圣经中有一个人物 他从一出生就决定了要走向死亡 这个人就是圣诞节的主角 耶稣 耶稣带着上帝对全人类永恒不变的爱 来到这个世界上 圣经上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平安夜 耶稣的降神 都是在表达一件事 就是 耶稣爱你 所以耶稣 他为我们甘心软弱 成为阴海 降生在简陋的马槽里 耶稣爱我们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为要叫我们不致灭亡 把得永生 所以我们因他受的刑罢 可以得到平安 因他受的贬伤 可以得到益治 亲爱的朋友 你我可以赚得全世界 像家博士一样 但是有一天你会离开 在哪一刻 再大的企业也帮不了你的忙 只有耶稣的救恩 可以给予我们永恒的盼望 亲爱的朋友 人活着 努力打拼了一辈子 若没有上帝 没有永恒 最后等候我们的都是死亡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然后因为有了耶稣 我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期待 可以拥有永恒的生命 祝福你 应证耶稣 你的人生可以不再一样 你将拥有真实的平安和喜乐 每一天充满盼望 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凉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